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笑 第153章 晋级四品地丹师 莫丹师 你回来了 莫无忌一进渔职的屋子 渔职就站了起来 显然他一直在等着莫无忌 莫无忌勉强笑了笑 鱼兄 我现在就准备帮你练制孕妇丹 你随我来吧 多谢莫丹师 渔职虽然知道不应该如此催促莫无忌 他也看出来莫无忌的心情有些低落 可是孕妇丹对他来说是真的太重要了 带着渔职来到自己的房间外面 让鱼植和肥丙柱在房间外等候 莫无忌进入了房间 找出自己的储物袋拿出了丹炉 莫无忌取出了一堆灵草 首先开始炼制的是地元丹 地元丹也是四品地灵丹 在四品地灵丹中算是最低级的四品丹药 作用是可以恢复修饰元气 莫无忌最初学习炼制四品丹丹的时候 选择的就是地元丹 前面几次炼制地元丹 莫无忌都是在提炼完药液之后就失败了 这次再炼制地元丹 莫无忌很轻松地就提纯出了药液 然后融合药液 最后分叶凝丹几乎都是水到渠成 仅仅一个小时不到一炉地元丹 就被莫无忌带出了丹炉 四品地丹事了 莫无忌看着手中十二枚丹药感慨不已 尽管他知道自己修为上升 神念晋级几个层次之后 他对丹道的理解 炼制四品地元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真正炼制出了四品地元丹来 他的心里依然还是有些激动 要知道他采用的是赤焰石的火焰 用的丹炉也比较一般 就算是这样 他炼制地元丹也是轻松无比 在神念的控制下 丹爵在丹炉中如鱼得水 无论是荣液分液分丹拽丹聚灵 没有任何一步有半点吃环和吃力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炼丹吧 如果现在让他去参加五行丹比 末无忌有九分把握自己能获得第一名 紧急四品地丹师 末无忌低落的心情总算是好了些 在五大帝过去 四品地丹师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阴潜阴是四品地丹师 在地级宗门无痕建宗 第一位仅次于宗主孤然的存在 而他这个四品地丹师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没有半点水分 收起丹炉后 莫无忌走出了屋子 于直第一个迎上来 他急切地看着莫无忌 不知莫无忌炼制的孕妇丹究竟如何 莫无忌拍拍于直的肩膀 于兄 你不用担心 我刚才试了一下 确认可以帮你练丹了 只是这儿条件太差 我们去购买一枚成烟石来 用赤烟石练着孕妇丹 莫无忌可不敢随便尝试 毕竟孕妇草价值太高 一旦练着不出来孕妇丹 他对不住于直 莫丹师 我这里有一枚黄眼石 你行不行 于直忽然从自己储物袋里 取出了一枚淡黄色的石头 哪怕莫无忌还没摸到这块石头 似乎就感受到了其中滚滚烈火 莫无忌还是第一次看到黄眼石 他一把抓过黄眼石 盯着石头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惊叹道 天地之间果然奥妙 随即他就肯定地说 于兄 黄眼石比赤眼石高两个等级 就是成眼石都比不上 炼制四品地灵丹足够了 有了黄眼石 我必定会帮你炼制出孕妇丹来 尽管对莫无忌能否炼制出孕妇丹 于直心中还是有些不安 不过莫无忌的话 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和莫无忌接触这么久以来 他觉得莫无忌不是那种随便大话的人 莫无忌看出了于直的不安 他索性对于直说 你跟随我一起进来吧 谢莫丹师 于直听到莫无忌叫他一起进去观摩 立即就同意了莫无忌的要求 孕妇丹对他的重要 形同他的性命 带着于直回到房间 莫无忌再次取出丹炉 同时激发了黄眼石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炼制孕妇丹 而是继续炼制了一炉地缘丹 于直坐在一边 紧张地看着莫无忌 连大气都不敢喘息一声 这次莫无忌花了更少的时间 就炼制出了一炉品质更高的地缘丹 若不是怕黄眼石消耗过多 莫无忌还想继续炼制极品四炉丹药 释手 于直认识地缘丹 他看见莫无忌很容易就炼制出来了地缘丹 对莫无忌的信心自是灯石大增 黄眼石很是珍贵 而且极难得到 莫无忌可不敢继续浪费这种燃料 所以在炼制了一炉地缘丹之后 他就取出了孕妇丹的材料 将丹炉反复清理几次 莫无忌开始依次提纯药材 比起炼制地缘丹 事实上莫无忌对孕妇丹更加熟悉 因为这种丹方就是他丹书上的丹方 对于如何炼制 中间丹觉得哪些变化 他都是一目了然 极为纯熟地提纯了药材 然后凝聚药液 比起炼制地缘丹 炼制孕妇丹对丹师的要求 要高出好几个档次 莫无忌的确没有炼制过孕妇丹 好在他对孕妇丹很熟悉 而他的神念配合丹绝 简直就是为了炼丹而生 看着莫无忌提纯药材和炼丹过程 一气呵成没有半分迟滞 于直对莫无忌的信心就更大了 到最后 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求丹的 被莫无忌反复犹如鲜花盛开的首诀 直接惊呆了 半个时辰过去 丹香飘出来的时候 于直才惊醒过来 他是来求丹的 此刻他更是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站了起来 哪怕他再不懂炼丹 也知道莫无忌炼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即将要承担 同时他心里也生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害怕 害怕莫无忌这一炉丹药失败在眼前 丹香越来越浓郁 莫无忌忽然停止了繁复的丹诀 于直看得心中一顿 一颗心差点跳出嗓子眼来 正当他以为莫无忌这一炉丹药出现问题的时候 莫无忌的手一戴 一道犹如彩虹般的弧线 落在了旁边的玉瓶之中 于直急切地看着那个玉瓶 若不是抱着对莫无忌的尊敬和感恩 他说不得都要去强夺那个玉瓶了 莫无忌从玉瓶中 倒出了一枚淡红色的丹药 闻了闻 很是满意地将丹药送进玉瓶 然后把玉瓶直接交给了于直 于兄 姓不如命 十二枚孕妇丹已经连织完毕了 多谢莫丹氏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于直最大的恩人 于直抓住于平再也忍不住 他又一次地跪倒在了地上 莫无忌连忙拉起了于直 于兄 大家都是兄弟 不用如此 赶紧去救你的妻子吧 我趁着还有火焰 准备继续炼制纪录丹药 于直用力点了点头 转身就要离去 有些话不用说的太多 有时候用实际行动 要比说话好得多 莫丹氏 这边势必你会留在九月丹阁吗 走到门口于直又回头问了一句 莫无忌摇了摇头 我已经是问天学宫的外门弟子 将来若是你需要炼丹 可以去问天学宫找我 好 于直这次没再问什么 迅速离开了房间 火焰石一旦被激发 就只有燃烧完毕 莫无忌自然不会白白让一枚黄焰石 就这么被败掉 他又炼制了一炉孕妇丹之后 取出了护魂地霞丹的药材 炼制护魂地霞丹虽然很难 也不会比孕妇丹难上多少 莫无忌现在神念强大 利用丹绝很是轻松的就炼制成功了两炉护魂地霞丹 黄焰石的火焰此时也弱了下来 莫无忌这才停止了炼丹 将丹炉收起清理了一下后 莫无忌走出了屋子 他看见除了肥炳柱站在门口之外 桃鸥和熊朽珠也都站在了门口 莫无忌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熊朽珠是专门照顾嫣儿的 现在嫣儿拜了玲珑婆婆为师 这边显然没有了熊朽珠什么事情 现在熊朽珠夫妇有些担心将来的去处 这才来询问莫无忌 看着二人有些惶惶不安的眼神 莫无忌连忙说 桃哥 你和熊大姐不用着急 我打算在问田学宫附近的修真城市 开一个小小的商铺 专门出售各种担药 这个商铺我估计没有时间照看 主要是屏柱照看 你们夫妇就帮屏柱的忙打打下手 无忌的想法正好和我不谋而合 我九月当阁 也打算去问天城开辟新的分楼 若是无忌想要开商铺的话 前期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远处真少客的爽朗声音传了过来 莫无忌听到真少客的话顿时大喜 他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开拓经脉和修炼紧急上 实在没有精力去开辟商铺 开商铺 除了为自己挣一些修炼资源之外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帮助肥炼柱三人立足 现在真少客主动接下了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真少客虽然长得清秀 甚至看起来有点娘 但的确是非常善且人意 少客 那又麻烦你了 莫无忌没有客气 他本来就需要这样的帮助 多谢少爷 多谢少客主 雄秀柱和陶豪大喜 他们和肥炼柱都很熟悉 能跟在肥炼柱身边做事 自然是再好不过 无忌 这些事情都交给我 我和炼柱谈就行了 你赶紧去问天学宫报名 若是晚了 就算是你有玲珑婆婆的玉牌 想要加入问天学宫的外门 也又得再来一番周折了 真少客连忙说 他来这儿就是叫莫无忌去报名的 不朽凡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黏水笑 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